今天也有非常多与会的贵宾呢 我们就先来为大家介绍 首先介绍的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总台长 赖翔卫赖总台长 好 再来呢就是我们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大使哈金斯女士 这也是我们的邦交国 好 再来呢这是海地共和国大使库博女士 待会也会有这个相关的参赛者 这也是我们邦交国 好 再来介绍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副总台长孙文奎 他的韩语可是非常溜的 好 再来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公共服务部经理孙芷霖 好 接着呢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节目部副理黄家山 是的 不过呢这个重责大任待会会交给前面几位评审 那因为呢这个责任非常重大 我们待会再来一一介绍 不过这里呢就先邀请到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总台长 赖翔卫赖总台长来为我们各位致辞 谢谢 欢迎赖总台长 是杨广 向台湾之光 穿透世界之冲 是杨广 三位评审 圣克里斯波普 锦丽维斯德大使 哈金斯大使 海地大使 库博大使 杨广同仁 各位先进 大家好 今年是中央广播电台87年的生日 当然不是这一天 是8月1号 那么中央广播电台是国家广播电台 用13种语言对全世界提供来自台湾的新闻跟资讯 过去只有在海外才听得到中央广播电台 现在网络时代上网 透过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 或者是APP 都可以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 中央广播电台的公共服务部 过去十几年 一直举办在台湾外籍人士的国语演讲比赛 今年刚好是民歌40年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举办外籍人士歌喉赛 希望透过民歌的交流 让海内外的华人 外籍人士有更多的文化交流的经验 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卧虎长龙 但是我们今天的比赛限制只有外籍人士可以参加 不然的话 我们的副总台长孙文奎 他的韩语流行歌曲唱得非常好 但是今天只限外籍人士参加 那等一下呢 我们的三位评审都是大名鼎鼎的 其中之一 是我从小的偶像 施孝龙 施先生 我们掌声欢迎 第二位跟第三位 非常年轻 但是也是我们民歌的老将 一位是王海玲小姐 一位是涂沛成小姐 今天的歌唱就由他们三位评审来帮大家选出最厉害的歌手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等一下的歌唱比赛 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 大家对于台湾的外籍人士的歌艺有更多的了解 也欢迎各位可以上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 或者下载央广的APP 可以了解中央广播电台如何扮演国家广播电台的角色 谢谢各位 谢谢总台长 再次告诉大家就是看我听我唱民歌 央广2015外籍人士歌喉战 看我听我这个title本身就是校园民歌当中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那我们今天第一组的参赛者 破题也就要带来这一首歌曲 他们的组合是在校园民歌当中比较少见的 我们好像看过很多二重唱是男生的二重唱 或女生的二重唱 但今天这一组是一男一女的搭配 待会我们再来问一下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这不是重点 我们再问他们为什么选了这一首歌曲 不过在这里我们就先欢迎到我们的第一组参赛者 来自于印尼的朋友 现场有印尼的朋友吗 好来自于印尼的朋友 这是白鸿峰跟吴珍丽 欢迎他们所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就是 看我听我 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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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